第五十一章,行驶中爆炸的坦克。 木马人轰鸣着马达到了跟前,我和沙巴压着军官上了木马人。 后面一群士兵面面相去,就是不敢动手。 刚一上车,坐在驾驶位上面的老三就一脚油门踩下去,木马人轰鸣着马达驶向远方,等行驶出去有三百米之后。 那群士兵才像是发疯了一样,打出一阵枪响。 不过很快,他们就开着越野车追了上来。 我和沙巴互视一眼,同时决定将这名军官丢下去。 老三将木马人的油门踩到了最底,汽车在肮脏的公路上面扬起一道巨大的沙尘。 沙巴一脚将军官踹了下来,并且大喊了一声沙特语,大概是滚蛋的意思。 又朝着后面的车开了几枪,然后远远地看到了,这群士兵停下来就那名军官,并没有追上来。 Jeep长驱直入。 在黄昏前,到达了大马士革。 人间若有天堂,大马士革必在其中,天堂若在天空,大马士革必与之其名。 这句话出自阿拉伯古书,由此可以看出,这座城市在续国乃至于整个中东的重要地位。 我们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 这座伊斯兰第四圣城坐落在黄昏下,古老的建筑与横川城市的拜拉达河交相辉映,将新城区和旧城区衬托得美轮美奂。 只有那偶尔零星的枪声和急匆匆的行人,昭示着这个国家正在发生战争。 满大街黄色的出租车和国内的二三线城市无异,只有那些穿着伊斯兰服饰的行人。 以及那些伊斯兰宗教的灰迹,才让我感觉到这是在异国他乡。 根据沙巴的要求,我们下榻到了大马士革拜拉达河畔的酒店中。 到了酒店之后,我就立马又给住序大使馆打了个电话。 希望他们能够提供住叙利亚新闻站记者的消息,大使馆接到我的电话,大吃了一惊。 工作人员问我在什么地方,我是什么人? 盘问了一遍,就是没有说新闻站在什么地方。 我一气之下挂电话,坐在房间里面愤怒无比。 夺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漆黑的夜晚,让这座毗邻着沙漠的古老城市透露着沧桑的味道, 远方稀稀拉拉的灯光,与天空中漫天的繁星交相呼应,如梦如幻。 远方的倭马亚清真寺中传来阵阵啼哭的声音,每隔一个时辰还有壮中的声音。 这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更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平添了几分悲凉气息。 我冷静下来,理了理思路。 大马士格现在正在打仗,按照刘薇薇的性格,他必定是哪里有战士,他就去哪里。 也只有这样,他才能与国内失去联系。 如若想要找他,去有战争的地方,不就可以找到? 想到这里,我心中豁然开朗,原本的郁闷请客间化为乌有。 来到酒店里面用过餐饭,我就回到了房间里面休息。 夏日的大马士格炎热无比,即便酒店的空调马力足够大,但依旧难敌滚滚热浪。 突然之间,咔嚓一声,整个酒店陷入一片黑暗。 停电了。 而远方也传来了阵阵炮声,以及天空中时不时飞过飞机的声音。 在这种纷扰之下,我逐渐睡沉。 度过了难耐的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就带着沙巴和老三,决定寻找现在战士最为激烈的地方,去那里寻找刘薇薇。 哪里打仗最激烈,这在大马士格早已不是一个秘密。 想要在这个国度生活下去,这是最基本的知识。 找到酒店经理询问了一下,就知道目前战士最为胶着的是德拉省。 我问经理要了一副蓄国地图,然后就开车上路了。 沙巴十分不情愿,甚至都想离开了。 一路之上咒骂着那个给他介绍活干的酒店经理,不过他还没有离开。 是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有钱人。 而他,最需要的就是钱。 命,丢了可以下辈子再来。 钱这辈子赚不到,死都不甘心。 这才是这个中东汉子最大的愿望,不然他也不会以比市价高三倍的价格卖给我们两支破枪。 只不过现在看来,这些破枪还挺有用。 从大马士革城中离开,路边的场景由繁华慢慢变为破落。 也慢慢由和平变为战争,路边躺着许多无名的死尸,许多尸体已经腐烂或者是化为白森森的骨头。 无数苍蝇围聚在死尸上面,汽车锁过之处,群盈乱舞。 偶尔还能听到密集的枪响,但是战区似乎并不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所有我们倒也相安无事。 下午时分,舟车劳顿。 我们到了德拉市外围,远处阵阵炮弹爆炸的声音和密集的枪响,昭示着这里已经打开了。 我们并不敢进入德拉市,而是将汽车停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带上武器,并且拿着一面红十字的旗帜,走进了德拉市。 这是一座废墟之都,到处都是死尸和爆炸后产生的火焰。 建筑物已经失去了原本的面貌,只剩下了残垣断壁。 民众们早已不见踪影,反对派和政府军正在激烈交火。 沙巴找了一个人询问了一下才知道战火已经持续了三天,双方胶着不战,只搞恐怖袭击。 话正说着,远方飞速驶来一辆坦克。 坦克扬起阵阵烟尘,弥漫了整个天空。 可是就在此时,砰的一声巨响。 那辆飞速行驶中的坦克,请客之间化为漫天烟尘,我吓了一跳。 老三玩味说,穿假弹。 第一次上战场,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心中着实有些惊怕。 在国内无良抗日战争电视剧的摧残下,我认为像坦克这种战场力气无坚不摧,功无不克。 可是,等真正上了战场,我才知道这种玩意儿原来这么不堪一击。 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版的铁棺材。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专门为攻陷坦克设计的穿甲弹。 我们三个举着红十字旗帜在战场上行走,企图找到刘薇薇。 可是这样做,无疑是大海捞针。 在子弹不长眼的战场上,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击杀。 当然,我们自然不会跑到战场中心位置。 我们只不过是在战场周围观察寻找罢了。 饶是这样,也遇到了不少反对派或者是政府军的士兵。 这些人冲着我们叫嚷,沙巴就赶紧解释我们是红十字来的人道主义医生。 结果一群士兵听说我们是医生之后,二话不说,就上前将枪顶在了我们的脑袋上面。 又将我们的武器收走,沙巴对我说,他们要带咱们去给他们受伤的士兵治病。 我沉思一会儿道,别冲动,跟着他们走。 看这一群人的打扮,应该是反对派组织。 第52章 重逢 一队士兵将我们带到一个位于残破大楼内的兵营中,在这里有几个躺在地上的士兵,正在垂死挣扎。 其中一个浑身上下都是鲜血,眼睛里面却又充满了生的向往,肚子里面的肠子已经全部流出来,下半身也已经全都没有了,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 看到这一幕,我顿感恶寒。 跟着我们一起回来的反对派头目,看到这一幕,顿时大吃一惊。 叽叽喳喳和旁边的人讨论战事,沙巴小声给我介绍着他说的话。 原来他们刚刚遭遇了一波袭击,死了二十多个士兵。 而且还损失了一辆坦克,我眉目一转,道,难道是刚才那辆? 像。 沙巴笑着道,他有点不像是中东人,反而有点美国人的滑头。 不过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好表现。 但是很快,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我们三个并不是医生,现在被这群反对派士兵抓来给人治病,我们怎么治? 我们连最起码的药都没有,更不要提纱布这些东西了。 过了一会儿,那名头目好像发布了一道命令什么的,一群士兵离开。 整个基地里面就剩下他和另外十余名士兵,老三看了看放在角落里面的红鹰枪。 我和沙巴也看到了放在那里的卡宾和M733,我们三个几乎是同一时间就冲了上去。 我直接抓到科尔特M733,而沙巴则拿到了卡宾突击步枪,老三拿到了红鹰枪。 转瞬之间,我们两个抱着机枪朝这几个士兵扫射,他们其中有一个反应快的,刚准备大叫,一根红鹰枪就贯穿了他的喉头。 在外面站岗的某个士兵听到动静往里面一看,正准备逃走寻求支援,就被老三丢出去的红鹰枪给贯穿心脏,当场死亡。 我看了一下他们桌子上面的地图和资料,二话不说,拿上东西就和老三以及沙巴离开了现场。 干了这么一票,我们实在不敢在德拉市停留。 这样停留下去,是会出人命的。 我们飞快离开德拉市战区,我远远地看着这个城市。 脚下就像是踩了海绵一样,大脑内全都是刚才的场景。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第一次上了战场之后,一个人的世界观将会被完全颠覆。 在战场上,所有的秩序和道德都被打乱。 战场上只有两种选择,生与死。 在这里,可以触摸到天堂。 我们带着从军官桌子上卷来的资料离开了德拉市,在郊外找到了我们的木马人。 上了车之后,我长舒了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不去想刚才发生过的事情。 等真正冷静下来之后,我才真正思考着该怎么办。 续国这么大,如果我这么跑来跑去,先不说找不找得到刘薇薇,就是我自己的小命,估计都保不住。 今天是我命大,刚好那群人出去执行任务去了。 如果那群人依旧留在楼内,我绝对必死无疑。 想着这些,竟然有些,不知该怎么办了。 一国他乡,正在发生战争。 来这里,本就是一个冲动之下的决定,为的就是峡谷柔情,可是现在。 生死一线间,不知该怎么办。 沙巴拿出从大马士阁采购的牛肉干品尝了起来,又喝了几瓶水。 感觉肚子有点不舒服,就下车去撒尿。 我没想那么多,我现在正在想,到底要怎么样利用公众势力来寻找刘薇薇,不然再这么走下去,只有死这一个可能。 可是就在此时,沙巴传出一声剧烈的嚎叫。 我转身就冲下车,然后就看到了一个穿着军绿色制服的人正在暴打沙巴。 看着他胳膊上的细皮嫩肉,我就知道他不是一个男人。 女人一举将沙巴打倒,转过身正准备跑,却直接扑到了我的怀中。 他抬头一看,就发现了我。 刘薇薇当场正在原地,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才发现这一切不是做梦。 他再次投入我的怀抱,紧紧和我抱在一起。 踏破铁鞋,到头来却不费丝毫功夫找到了刘薇薇。 怀中的刘薇薇闭着眼睛呢喃道,你来了。 傻丫头。 仔细询问了一下,才知道原来刘薇薇的却来德拉市了。 英美飞机近几个月都在此处上空来回飞翔,而且此地局势剑拔弩张,所以他猜测这里应该有新闻要发生。 于是就带着摄像师傅过来了,结果刚到这里。 就在冲突之中,被砸碎了摄像机。 而且还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面,他趁着那些人睡觉的时候跑了出来。 沿着山脉找到了木马人汽车,于是就想盗走汽车离开德拉市寻求支援。 结果汽车还未盗走,我们就回来了,最悲催的就是沙巴。 他被刘薇薇偷袭,整个人直接被砸昏过去。 听完刘薇薇的阐述,我深吸了一口气,我紧紧抱着他,算是为他,也为我自己,到现在还活着庆祝。 我不又想起了几年前,那个在洛阳当地的小记者,现在,他也能当得上是战场经过了吧。 我将他带上车,给了他水和食物。 而沙巴也已经醒了过来,挠了脑脑袋,听完我们的故事,瞥了一眼刘薇薇,愤愤道, 好吧,中国小妞,看在你是雇主想要找到的人,我就饶了你,偷袭我这个错误的决定。 刘薇薇无奈笑了笑,等他吃过东西,我们就开始商量,怎么回去。 这时,刘薇薇却急切道,恐怖分子积压了一批新闻工作者,在一个地方,我们要把他们救走,不然他们都会被杀死。 我眉头一皱,刘薇薇说,那里没有重兵,隐蔽在大山之中,所以,我们现在的武装,完全可以拿下那个地方,救出那些人。 而且这一段时间,美军和英国空军,经常在德拉市上空飞来飞去,我猜测,也和那个地方有关。 刘薇薇的一番话,改变了我心中的想法。 我拿出从事官那里拿到的资料,让沙巴翻译给我们听。 文件上面提到了一种东西,叫做飞翔在空中的鹰,而现在政府军和反对派,就在围绕着这个飞翔在空中的鹰做斗争。 反对派似乎在寻求美国白宫方面的支持,而这个东西,则是一个很重要的交易手段。 我脑袋一黑,看着刘薇薇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刘薇薇咬着指甲,沉思了一会儿对我道,可能是无人机残骸。 我果断摇了摇头脑袋说,绝对不可能是无人机残骸,无人机先后在多个国家坠毁,即便是现在坠毁了,也不会引起美国方面重视。 更何况,这可是对于反对派的支持,如果美国真做出这个决定,可能整个中东的局势都将改变,甚至是续国的命运也会向前迈了一大步。 刘薇薇看了我一眼,说,但是那里却有我的同事。 我妈撒着下巴,看着十分渴望的刘薇薇。 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续国局势不稳定,在什么地方都不安全。 沉思了好久,我一拍手掌,好卖万千道,那我就陪你冒这一次险。 刘薇薇点了点头。 其实我知道,如果不让她去,她一辈子都会记着这件事情。 第53章,夜席德拉市小镇。 刘薇薇是逃出来的,所以她对于回去的路继得特别清楚。 我们四个驾着木马人沿着崎岖的道路慢慢驶入一座大山中。 叙利亚的傍晚十分清凉,中午炎热的气候随着地中海季风消失不见, 我们在山里走了,有三个小时。 就来到了一个位于山坳中的村子里面,我们将车停在村子外面, 带着武器蹲在远处观察村子里的情况。 刘薇薇指着村子里面最大的一栋房子对我们说, 那里面是一个监狱,在那里面关了六个人,我的搭档就在里面。 而在这栋房子周围的五个小房子里面, 每一个房子中住着五个人,一共有25个人, 配备了轻武器,不足以形成战斗力。 老三,沙巴和我,我们三个互视一眼。 老三沉思了一会儿,冷静分析道, 我带着卡宾突击步枪打头阵, 至少能吸引他们所有人的火力, 等我将人引出来之后,沙巴从后面包抄。 而你和刘薇薇进入那栋房子解决人质和拿到重要的东西, 然后抢一辆他们的车之后撤离,不和他们恋战。 这是一套完美的战术,我都有点不相信老三是傻子了。 因为他,简直是一个在战场上的战神, 刘薇薇将老三的战术翻译给沙巴听。 沙巴听了之后,玩味说道, 只要不让我去吸引人,我十分乐意用子弹打他们的屁股。 战斗计划制定下来,我们隐藏在夜幕之下,悄悄地等待着时机。 不知为什么,叙利亚今晚的月亮特别圆, 就好像是一个预盘一样。 凌晨时分,老三将红鹰枪绑在身上, 带着卡冰枪走了上去, 临走之前我对他说,小心。 老三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中。 老三在刚才已经洞察到了村子中的所有岗哨, 他带着一把匕首悄悄溜到了村口的一个岗哨的身后, 直接捂着这些亡命之徒的脖子, 匕首红光闪过,将这人杀死。 他继续往前面走,在杀了五个岗哨之后, 来到了村中心的大房子附近。 这座叙利亚的小村落, 只有这个大房子门前亮着一盏电灯, 在电灯下面,坐着两个人。 老三冷静地取出突击步枪, 一个点射,先打掉灯泡。 随之二连发打在那两个士兵的身上, 顿时村中大乱。 周围五个小房子中的士兵全都拿着枪出来, 一场拉锯战随即展开。 老三的身影灵活无比, 在村落中的土墙中上蹿下跳, 将这一群人引出来。 而此时, 已经到村子外沿的我和刘薇薇悄悄进入村子。 沙巴抱着一把, 而PK蹲在岸中, 准备伏击这二十多个人。 枪声如暴斗一样打响, 所有人都没有注意我和刘薇薇。 我们两个从村子后面进入那栋大房子里面, 刚一进门, 迎面走过来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伊斯兰人。 我手中的沙漠之鹰枪口弩张着, 抬手一枪干掉他。 刘薇薇指了指一旁通往地下室的通道, 这里。 原来这栋大房子最重要的不是上面, 而是地下。 我带着刘薇薇急步冲了过去。 在房子的地下, 有着很大一片监狱。 我刚一进去, 一阵暴斗一样的子弹就打了过来。 刘薇薇一把将我拉回来, 道, 小心。 我和刘薇薇, 蜷缩在回廊角落里面, 我从腰上取出一颗手榴弹, 拉掉拉环等了两秒之后, 直接丢过去, 砰的一声巨响之后。 飞出来三具尸体。 我飞快跳出去, 竟然还有一个守卫。 我抬手一枪打过去, 竟然没打中。 可是对面却一枪朝着我打了过来, 子弹贯穿了我的肩膀, 疼痛无比。 可是, 我已经顾不得这些了, 我抬手又打了一枪, 子弹贯穿了他的胸膛。 我补上两枪, 这个人才死。 刘薇薇走上去, 在一个人的身上摸出钥匙。 将一个个地牢打开, 救出困在里面的记者们。 当我们走到尽头处, 一个上了防盗门的房间里面的时候, 我握住了刘薇薇正在拧动钥匙的手, 她朝我看了一眼, 还是将门锁打开, 然后转身藏在了我的身边。 我们两个在外面等了一会儿, 见里面什么人都没有, 才深吸了一口气, 走了进去。 在房间里面, 有两个悬挂在行驾上面的美国大汉。 大汉赤裹着上身, 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完好的皮肤, 两个人都已经奄奄一息了。 而在房间的另一边, 则放着一个箱子。 正方形的箱子, 比一个足球稍稍大一些。 我们两个面面相去, 感觉这个箱子有些可疑。 忽然, 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 我转身就看到了一个隐藏在暗中的女人。 女人披着一件黑色的衣服, 站在漆黑的房间里面, 隐藏效果一流, 导致我和刘薇薇根本没有发现她。 而此时, 女人手中有一颗正在燃烧着的手榴弹。 女人大叫我听不懂的沙特语言, 大概意思就是, 真主阿拉, 杀死这些敌人吧。 我和刘薇薇待置在原地, 我看着朝我们冲过来的女人, 二话不说, 拉着刘薇薇就喝倒, 跑。 我们两个直接朝着门外就飞扑出去, 我刚将刘薇薇压在身下, 砰的一声巨响就爆炸开来, 那个女人成了一堆碎肉。 胳膊在门口, 腿在行架那边, 头已经不见了。 那两个美国人也没有幸免于难, 全都死于非命。 我和刘薇薇互视一眼, 同时道, 走。 我冲过去, 将那个像是装了足球的箱子提起来, 又将房间里面能带走的资料。 全都带走。 出了房间, 六个媒体人面面相去, 刘薇薇对大家介绍了我们是什么人, 让大家出去之后, 开走村子里面唯一的一辆皮卡, 赶快离开叙利亚。 一群人如梦惊醒, 把腿就往出口处走, 结果却迎面撞上了一个手持重机枪的沙特男人。 男人扣动扳机, 一阵枪响过后, 这群急切逃生的记者无意生还。 男人大叫着将枪口瞄准了刘薇薇, 我一看局势不对, 转身就抱住了刘薇薇。 在我的身后, 剧烈的枪声响起, 我已经做好了子弹贯穿我胸膛的转杯, 可是等我抱着刘薇薇扑倒又滚到一遍之后, 想象中的子弹并没有打在我的身上。 我转身一看, 一个黑头发的男人倒在血泊中。 他刚好站在了我的身前, 替我挡了子弹。 刘薇薇眼中的泪水哗啦啦的就流了下来, 小张。 叫小张的男人看到刘薇薇哭了, 临死之前露出了一个奇怪的笑容。 原来这个刚过二十岁的男人, 就是跟随刘薇薇来德拉市的摄像师。 我抱着刘薇薇说, 你现在别哭, 我们要想办法干掉它, 不然我们也逃不走。 刘薇薇啜气一下, 擦掉眼泪。 第五十四章, 原子盒与金砖。 刘薇薇将眼泪往脸上一抹, 冷静下来。 看着眼前已经死了的小张, 突然之间转过头看着我说, 我出去引诱它, 你在五秒内干掉它。 你出去引诱? 我大吃一惊, 难以置信地看着它。 刘薇薇点了点头。 我一口拒绝, 走廊就这么宽, 你怎么躲? 她手中的枪一扫射, 你就被打成筛子了。 不行, 绝对不行。 刘薇薇看着我道, 如果我不这么做, 我们两个都要被她堵死在这里面。 现在外面局势不知道怎么样, 如果我们被堵在里面, 结果可想而知。 刘薇薇说中了我的心事, 现在不知道外面情况怎么样。 偏偏还有这么一个门神站在那里, 如果我们不赶快逃走的话, 最后的结果肯定就是死在一起。 手持机枪的男人还在叫嚣, 我看了看满地的尸体, 又看了看刘薇薇急切的眼神, 咬了一下牙齿, 道, 好, 你出去引诱它, 小心点。 刘薇薇点了点头, 她看了看走廊, 仔细分辨了一下手持机枪男人的位置, 飞速地冲了出去, 然后转身就朝着另一个方向跑。 那个男人在经过短暂一秒的停顿之后, 扣动了扳机。 子弹在刘薇薇的身后, 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印记。 刘薇薇大喝道, 就是现在。 我立马站了出去, 看了一眼远方正吐着火蛇的机关枪, 连开三枪。 远方抱着机关枪的男人应声而倒, 而在此时, 刘薇薇小腿上面也中了一枪, 她跌倒在地上, 额上全都是汗水, 我走过去让她拿着那个箱子, 将它背了起来。 转身就跑, 走到房子楼上的时候, 我正准备跑, 刘薇薇却指了指远处桌子上面放着的一个箱子, 对我说, 拿上这个。 我赶紧走了过去, 刘薇薇伸手将箱子提了起来, 她叫呼了一声, 真沉啊。 我没有多想, 转身就消失在黑暗的夜幕中。 而此时, 在村口处, 一场地狱般的杀戮, 染红了穆斯林圣洁的大地。 沙巴抱着一把RPK, 在背后将这一群追出村子的反对派分子全部杀死。 而老三也及时打了一个回马枪, 两人联合, 将二十多个追出来的人围歼了过半。 剩下的五六个人躲在围墙后面, 不敢出来。 老三和沙巴互视一眼, 颇有默契的转身消失在黑暗的夜幕中。 我背着刘薇薇回到木马人那里, 将刘薇薇放在车后座上面, 赶紧将他的鞋子脱下来, 又将裤腿卷上去, 这才看清楚他腿上的伤势。 反对派分子用的机关枪威力并不大, 这一枪打在刘薇薇的小腿上面, 子弹并没有伤及到骨头。 我看了看满头大汗的刘薇薇, 从背包里面取出一把匕首, 用打火机将匕首烧热, 对刘薇薇说, 你忍着。 刘薇薇闭上眼睛, 我用匕首往他腿上的肉里探出三公分, 就触及到了一个弹头, 用力一条, 变形的弹头就出来了, 沾满了刘薇薇的鲜血。 刘薇薇额上全都是痘大的汗水, 腿在不自主地站立, 这是剧烈疼痛后的结果。 我从车上找来在的离玻璃买的药物, 涂在刘薇薇的伤口上面, 用他的裤管将伤口缠住, 也就没事了。 回过神的刘薇薇, 长舒了一口气, 转头看了看我, 却看到了我肩膀上的伤口, 惊讶道, 哎呀, 你也中弹了。 这是刚进去的时候被手枪打中的, 我脱下衣服, 刘薇薇将匕首拿到手中, 用同样的办法将我身体里的弹头取出来。 涂上白药之后, 整个人轻松了许多。 在战斗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疼痛, 现在回过神来, 取子弹的时候, 却疼得死去活来, 这恐怕就是人聚精会神的力量吧。 刘薇薇将两个弹头全都撞起来, 笑着说, 我中了一弹, 你也中了一弹。 我白了他一眼, 这时候老三和沙巴回来了。 互相说了一下情况, 老三就赶紧开车带着我们四个离开。 木马人马达轰鸣着离开了这座村庄, 一路之上没有做丝毫停歇, 遇到了战事, 我们都绕路走, 终于在中午时分赶回到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阁。 带着两个箱子回到酒店里面, 我们四个围聚在一起, 打开了那个像是装着足球一样的箱子。 在这个箱子里面, 有一个圆形的球状物, 像是玻璃体, 但是却又不像。 而在这个球的外面, 全部都是英文, 我们四个看着这一个东西, 面面相去, 没人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沙巴看着刘薇薇, 难以置信道, 这就是你所说的航天飞机。 飞翔在空中的鹰。 刘薇薇脸上轻一阵白一阵, 娇称了一句, 我哪知道呀? 反正就是, 这东西可重要了, 当初我们偷拍到他们交易, 然后他们就将我们给抓走了。 我震惊无比, 转头看着他道, 什么交易? 刘薇薇道出了事情的缘由, 我们原本是想要去德拉市报道战况, 可是在那里, 却偶尔之间遇到了他们交易这件东西。 跟他们交易的另一方是一个穿着军装的美国人, 留着一个大胡子, 我们拍到这些之后, 他们就将我们的摄像机砸了, 然后将我们给抓走。 美军? 我妈撒着下巴道。 老三盯着这件东西, 眼睛里面全都是惊讶, 过了半晌, 他冒出了一句, 谁他妈知道这是什么鬼东西。 就在这时, 沙巴打开了另外一个长方形的箱子。 他发出了一声巨大的惊呼, 我们三个赶紧凑过去, 顿时看到了金灿灿的一幕。 箱子里面满当当的, 全都是黄金, 一公斤重的金条, 沙巴拿起两根, 哈哈大笑。 其实我知道, 他之所以愿意跟着我们干, 就是因为, 他在那些资料上面看到了可以让他唯利是图的东西。 沙巴提议道, 嗨, 朋友们, 我们将这玩意儿分了吧。 我看了看刘微微和老三, 十分同意。 沙巴检查了一下, 一共二十块金砖, 我们四个, 每个人分到五块。 分完之后, 沙巴拿着金砖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高兴无比。 等沙巴走后, 刘微微和老三又将金砖放到箱子里面, 刘微微说, 用人民鲜血换来的钱, 我不拿。 我也将金砖放到箱子里, 说, 我也不拿, 但是如果你不给沙巴, 可以吗? 刘微微眉头一皱, 然后笑了笑, 竖起大拇指道, 果然高, 霍水东引。 就在这时候, 一直不说话的老三凝视着那个圆球。 咬着指甲, 突然冒出一句, 这是原子核。 顿时, 我和刘微微待置在原地。 第五十五章, 霍水东引。 老三打量着这颗古怪的球体, 指着上面的英文向我们两个解释道, 你们看这上面标示着Atom, 这是原子的英文。 而在下面, 却写着Nuclear Weapon 2, 这是原子弹的英文名称, 但是在后面, 却标示有一个2, 也就是说, 这很可能是氢弹中的重要物质。 老三的一番解释, 让我和刘微微面面相去, 吃惊不已。 这货到底是不是傻子, 怎么说起话来, 一套一套。 而且还懂英文, 这颗球状物体上面的英文, 我和刘微微都不认识, 他竟然认识。 突然之间我意识到, 刚才沙巴在场的时候, 老三并没有说出, 这是一颗核武器。 而是说, 这是一个鬼东西, 也就是说, 他从心底不相信沙巴。 而我和刘微微也是不相信沙巴的, 我诧异地看着老三道, 回头我一定要带你去医院做一个检查, 我现在十分怀疑你不是一个傻子。 老三扁了扁嘴道, 傻子才做傻事。 这一刻, 他的表情又恢复到了那种憨憨的模样。 我抓了抓头发, 有些头疼。 如果这真是一颗清淡中的重要物质, 那么这件事情可真大发了。 这几个月以来, 英军和美军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 应该就是在找这个玩意儿。 现在这玩意儿在我手上, 那它可真如同一颗原子弹一样, 爆炸起来连我的小命都不留。 我看着这个玩意儿, 沉思了两久,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转头看了看刘微微, 刘微微咬着嘴唇, 试探性地问道, 不妨我们将这场货水, 引到沙巴身上。 我摇了摇头道, 她不傻。 突然之间, 我想到了一件事情。 我转头看了看刘微微说, 你确定这件东西是美军的一个军官交给反对派的? 刘微微郑重地点了点头, 说, 千真万确, 我自己亲眼看到的。 顿时, 我心中抖升一条计谋。 我来回夺步了两圈, 对刘微微说, 我们现在去沃玛亚清真寺。 干嘛? 刘微微挣了一下, 被我拖着就走了。 我和刘微微带着这枚像是核弹一样的玩意儿来到沃玛亚清真寺, 找到了寺里面的穆斯林长老, 说要觐见真主阿拉, 希望能行个方便。 长老同意了, 我递过去一万元美元, 说我们不想被人打扰, 这是觐见给真主阿拉的金钱。 穆斯林长老握着我的手道, 愿阿拉保佑你。 我点了点头, 带着刘微微和老三来到寺里最大的佛像面前。 我们三个从库馆里面取出隐藏起来的小铁锹, 在佛像面前挖了一个坑, 然后将这颗圆球埋在了佛像前地下一米的地方。 干完这一切之后, 我们离开了沃玛亚清真寺。 回到酒店房间里面, 刘微微兴奋到不行, 她看着我道, 你是怎么想到这条妙计的, 这计简直绝了。 我嘿嘿一笑, 算是默认。 刘微微赞不绝口道, 这个原子核是由美军手中流出来的, 但是绝对不是美国官方, 而是某个将军。 现在东西丢失, 会寻找这个东西的人会有四方面, 反对派领袖, 这个将军, 以及CIA和各国知道这件事情的特工。 我们只需要将这个东西留在沃玛亚清真寺, 然后再给沙巴透露这件东西被我们抛弃了, 我们就可以安全离开。 果然高, 祸水东引。 原本只是将金条的事情引到了沙巴身上, 现在连核物质都引到了它身上。 刘微微所说这些, 就是我这个计谋的整个链条。 这样做有个好处, 那就是这颗不确定因素的核物质, 在我们手上。 但我们却不会被攻击, 这样一来, 以后博弈的时候, 我的手中就多了一张底牌。 我们正在说这些的时候, 沙巴突然跑了过来。 对我们说, 不好了, 出事了。 我们赶紧从酒店探出脑袋往外面看, 不看不要紧, 仔细一看, 大吃一惊。 大马士革的街头, 到处都是人,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他们手里面正拿着武器来攻击商店和白人, 嘴里大叫着真主阿拉。 我着急地看着沙巴, 问他, 怎么回事? 沙巴吞了一把口水, 说, 反对派造谣美军要支持他们抗击叙国政府, 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于是引发了暴乱。 我震惊问道, 他们为什么那么抵触美军? 刘微微替沙巴解释道, 美国侵占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 他们早有耳闻, 伊斯兰人对于美军痛恨无比, 早已经形成了一种种族仇事。 就好像是我们国家和日本一样, 这样说你明白了吧? 顿时我感觉到事情可能要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在战争时期, 任何秩序和道德都将随着信仰的崩塌而丧失。 在我的注视之下, 这群暴徒冲进了白人开的商店里面, 打着内战的名义, 将里面的东西全部都给搬走。 并且捉到了一个白人, 将白人从十层高楼上面丢下来, 直接摔死。 看到这恐怖的一幕幕, 我后背惊出一身冷汗。 我们过步地休息, 我当即对老三和刘薇薇说, 走, 离开大马士阁。 三个人正中地点了点头, 将桌子上的金条收拾了带走。 然后又将武器带着, 从电梯下来, 准备到停车场上开车离开。 可是刚到酒店大厅, 大唐经理就叫住了我们, 对我们表示, 先生, 您现在离开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暴徒们将道路给封锁了, 根本无法离开大马士阁, 请您不要出去。 我们四个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此时在酒店大唐里面, 占满了想要离开大马士阁的旅客。 但是, 同样他们也没有能够离开, 这座酒店似乎有官方背景, 那些暴徒们并不敢冲击酒店, 所以在酒店里面是绝对安全的。 晚上酒店给提供了小牛肉和各种美味佳肴, 用过餐饭之后, 我们四个在房间里面商议之后决定等暴乱稳定下来再离开。 劳累了一天一夜, 我困倦无比, 冲了一个澡, 躺在床上正准备睡觉。 刘微微就推开门走了进来, 她只穿着一件睡衣, 露出健美的大腿和小麦色的肌肤。 我抬起头看了看她, 十分脑残地问了一句, 你干嘛? 刘微微冲了上来, 一把将我抱住, 主动吻上了我的唇。 小舌头探到我的口腔内, 滑嫩香甜。 这么一个美丽的女人头怀送抱, 我胯下的小伙伴请客肩腾起, 刘微微眉头一皱, 轻声道, 你搁着我了。 那就让她出来。 我十分豪迈地说。 第56章, 与上帝同行。 刘微微脸色一红, 将自己的头发放下来, 又低头吻着我。 我翻身, 将她压在身下, 从红唇亲吻到了脖子。 伸手触摸到她薄薄内衣下面的两个大白兔, 浑圆硕大, 一手根本不可掌控。 刘微微脸当红艳, 闭着眼睛不敢动, 在等待着我的下一步动作。 可是就在此时, 一声巨大的颤抖, 将我们两个惊醒。 我们两个互视一眼, 同时从情爱中反应过来, 赶紧冲到窗前。 打开窗户一看, 就看到了再不远处, 暴徒们用炸弹炸毁了一栋建筑。 那栋建筑正在慢慢倒塌, 而这群拥有了武器和炸药的暴徒, 正在朝着这栋酒店走来。 突然之间, 酒店的灯全都灭了, 又停电了。 我和刘微微同时穿衣服, 等我们穿好衣服, 老三和沙巴已经来找我们了。 我们四个来到酒店大堂, 无数听到动静的客人都围惧在此地。 而在酒店门外, 则围惧着数以千计的暴徒。 他们都是爱国分子, 反美战争分子, 而现在他们的手中, 竟拿着武器。 酒店经理慌乱不堪, 不再像下午时那样镇定。 他紧急地拨打电话, 可是酒店的电话线路, 早已经被切断。 酒店经理是续国人, 他看着正在冲击大门的暴徒。 深吸了一口气走了出去, 和这群暴徒理论。 他们只谈了三分钟, 酒店经理就被暴徒们给崩了。 理由应该很简单, 人母狗样在酒店里面替美国人服务, 是美国人的走狗, 该杀。 这群暴徒已经疯狂了, 我伸手拿过来一把卡宾突击步枪, 对老三和沙巴说, 准备战斗。 我们四个人围成一团, 刘薇薇手中拿着那把科尔特M733, 沙巴手中拿着的是RPK, 而老三手中, 则是红鹰枪。 暴徒们将酒店的玻璃门砸碎, 一拥而尽, 酒店里面的白人们四散而逃, 却被暴徒们追上来, 拿着刀砍死。 也有些白人想到了反抗, 可是在众多暴徒面前, 他们的反抗, 显得那么无力。 一群人首先的目标是那些白人, 等酒店中的那些白人死光之后, 他们就将目标放在了那些酒店服务员上面, 这些漂亮的小妞被他们给撕扯掉衣服, 拽着白净的大腿拖走。 估计要去做见不得人的事情, 等这些人都被瓜分干净之后, 他们将目标转到了我们身上。 沙巴是伊斯兰人, 但是我老三和刘薇薇都不是伊斯兰人。 在他们眼中, 只要是外国人都应该死, 因为他们已经被暴力所控制。 一群暴徒朝着我们就冲了过来。 沙巴拿出, 而PK朝着这群人就扫射了过去, 专打那些拿武器的人。 也有想要近身的人, 直接被老三一棍子打翻, 直接要了小命。 而在刘薇薇那边, 她抱着一把科尔特, 闭着眼睛, 在恐怖地大呼小叫。 我怒吼道, 扣动扳机。 刘薇薇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 乱扫一通。 道也有成效, 阻止了敌人的近身。 老三说, 我们要到车里去。 我看了一眼停放在酒店停车场角落的木马人, 对老三说, 你开路。 老三点了点头, 朝着这群人冲了过来, 一个漂亮的平沙落雁, 直接扫掉了一大片。 我们三个在老三的庇佑之下, 不时地开两枪。 很快就没有人敢晋升我们了, 那些拿着枪的暴徒都不敢开枪, 他们手中的武器, 在我们面前, 简直就是烧火棍。 我们很快就离开了酒店大厅, 到达了院子里面。 一群暴徒团团将我们围住, 却又不敢上来, 正在这时,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哈利路亚。 然后, 一群人毫无畏惧地冲了上来, 我直接丢下枪, 转身就拉着刘薇薇的手道, 跑。 人太多了, 如果我们再这么纠缠下去, 就只有被他们杀了的下场。 好在我们离木马人不远, 三两下就上了木马人, 我和刘薇薇坐在车厢里面发动汽车, 老三在外面阻击敌人, 沙巴拿着一把枪, 在对一个又一个人扫射。 忽然之间, 暗中响起一道枪声, 子弹打在沙巴的肩膀上。 沙巴肩膀一吃痛, 就被一群暴徒冲了上去抢到了, 而PK, 然后他本人更是被暴徒们活活打死。 老三当即想要上前, 我握住了老三的手道, 别管他。 汽车终于发动起来, 我对老三说, 上车。 老三解决了眼前的人, 直接跳上车。 我轰鸣着汽车的马达, 朝着这群人冲了过去, 木马人强劲的马力是能够用来走山路的, 和这头钢铁巨兽比, 他们的肉体简直不堪一击。 到了最后, 一群人看到木马人赶紧躲闪, 主动给木马人腾出一条道路来。 而我们也终于离开了暴徒们最核心的位置, 朝着大马士阁郊区驶去。 一场酣畅淋漓的逃生, 让我有一种虚脱的感觉。 这是长时间没有睡眠的结果, 汽车离开大马士阁, 我想都没有想就朝着黎巴嫩驶去。 现在我们没有武器, 继续留在叙利亚, 就只有死路一条。 至于沃玛亚清真寺里面的核物质, 谁爱要谁要去吧? 小命最重要。 汽车行驶在深夜空旷的道路上, 经过三小时的行驶, 我们总算是到了叙利亚的边关。 让我有些诧异的是, 叙利亚的边关一个人都没有, 仔细一想就明白了。 国家乱成这个样子, 所有能用的人恐怕都调走打仗去了, 谁还来管边关? 在我们经过边关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一个车队, 车队里面满载白人士兵, 但是奇怪的是从士兵身上的衣服, 并看不出国籍。 而且只有两链车, 大概三十个人左右。 他们或许将我们当成逃难的大马士阁人了, 并没有离我们, 而是朝着大马士阁去了。 死里逃生的刘薇薇显得有些沉默, 我也疲惫不堪。 到了半路, 我让老三来驾驶, 终于在天亮之后, 赶回到了黎巴嫩的黎波里。 回到酒店里面, 让老三将斑斓的木马人交还给酒店。 我则到了酒店房间的浴室里面, 将热水打开, 让热水洒在我的身上, 我站在那里, 闭着眼睛, 享受着水的沐浴。 当我驾着汽车碾压过那些暴徒的时候, 我的心中没有一丝犹豫和颤抖。 因为我知道, 在那个时候, 不是生就是死。 因为他们早已不是人, 而是一群失去理智的暴徒。 或许这一趟中东之行, 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 是那个埋藏在沃玛亚清真寺里的那个东西。 但是我想心灵上的震撼, 比这份收获更为珍贵。 因为我与上帝同行。 第57章, 又欲一劫。 第一次参与战争, 第一次见到暴乱, 第一次见识到人命的脆弱。 太多的第一次, 都在中东这个神奇的地方发生。 那些平时只有在电视和电影上面 看到的哈利路亚信徒, 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 第一次见识到信仰的力量, 是用来杀人的。 热水洒在我的脸上, 敌进我身上的血迹。 两天两夜未睡, 又经历了这么多的我, 终于在思维混乱之间, 栽倒在浴室里面。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两天后了。 我躺在酒店房间里面, 一个伊斯兰医生正在给我看病, 刘薇薇焦急地站在我的左边, 老三站在我的右边。 伊斯兰医生见我醒了, 笑着对刘薇薇道, 你们看,病人没事了, 他只是太累了。 我刚准备坐起来, 却发现我手上正挂着吊针, 刘薇薇赶紧扶着我坐起来。 我的确是太累了, 肩膀上面的淡伤, 再加上在大马士革暴乱中受到的惊吓与冲击, 导致我在洗澡的时候昏迷。 医生给我挂了两天葡萄糖, 我休息好了之后, 就醒了过来。 医生给我开了一些药, 然后就提着药箱离开了。 辞别了医生, 刘薇薇才坐在我的面前, 瞪了我一眼, 沉声道, 小耗子, 你吓死我了。 我休息了一天一夜, 醒过来之后, 却发现你倒在浴室里面。 我笑了笑道, 在大马士革都没见你那么害怕, 我晕倒了, 你倒害怕了。 刘薇薇翻了个白眼, 我问, 大马士革现在局势怎么样? 老三替刘薇薇回答, 暴徒已经被续国政府军用毒气弹镇压, 反对派被政府军打出了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恢复正常, 美方决定对续国施行人道主义军事打击, 总统已经向国会提交草案, 可能明天出兵, 也可能一年后出兵, 也可能不会染指续国内战, 一切都等到国会决议。 我眉头一皱, 玩味道, 这次有意思了, 政府军打反对派, 你们认为谁会赢? 老三摇了摇头道, 不管谁会赢, 我们埋藏在窝马亚清真寺下面的东西, 都是这个大棋局上的一颗棋子。 刘微微深吸了一口气, 对我道, 其实续国的政府腐败无比, 如果美方能够出兵支持反对派, 对于续国来说十分不错。 我猛然一震, 盯着刘微微说, 交易给反对派的那个东西, 是由美军给的。 刘微微点了点头, 道, 恩啊, 我不都告诉过你了, 你怎么还这么惊讶? 我一拍床铺, 师生惊呼道, 完蛋了。 刘微微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怎么了? 我们都已经到得离玻璃了, 怎么还完蛋了? 我已经预定好了船舶, 我们明天就到开罗去, 到哪里乘飞机回国。 刘微微有点天然呆, 不懂那颗炸弹对于美方和续国政局的重要性。 老三这个傻子, 却听懂了我话中的意思, 美方已经对续国反对派 进行了暗中支持, 那颗炸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现在任何国家只要燃指核武器, 美方都可以无条件对于这个国家实施打击。 美方让这颗炸弹到了反对派的手中, 然后出兵续国, 支持反对派打垮政府军。 可是现在, 炸弹丢了。 而且,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那些暴乱的民众是续国政府煽动起来的。 他们手中的枪是政府军提供的, 他们要营造一种假象, 续国人民反对美战, 并且政府军能够战胜反对派。 老三说出了我心中所想, 我盯着他的眼睛道, 你越来越能够给我惊喜了。 老三却低着头冷静分析道, 美方和反对派现在一定都在寻找这颗炸弹, 但是炸弹却埋藏在窝马亚清真寺下。 而我们原本准备栽赃的沙巴, 却在那场暴乱中死亡。 房间里面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老三冷静分析道, 沙巴身上有五块金条, 他在暴乱中死亡后, 反对派和美方间谍一定能够发现。 他们一定会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 所以, 老三停顿了一下, 环视我们两个, 到初, 我们现在很危险。 老三话音刚落, 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我们三个大吃一惊, 我二话不说就拔掉手腕上的针头。 飞快穿上衣服, 拿着仅剩下两把的沙漠之鹰, 和老三一起来到门前, 趴在猫眼上面一看。 只是酒店经理而已, 我刚准备开门。 老三就拉住了我的手, 冲我摇了摇头。 我还未反应过来, 老三就将我和刘薇薇拉着躲到了房间里面。 敲门声响了, 一会儿之后就不响了, 死一般地沉寂了五分钟之后。 响起了一阵轻微的钥匙扭动门锁的声音。 老三转过身, 站在门口的走廊前, 手中握着一把沙漠之鹰。 门锁打开的那一刻, 老三二话不说, 直接三连发, 击中了第一个人的脑袋。 请客间, 房间里面响起暴斗一样的枪声。 老三赶紧闪身到我的身边, 表情有些凝重, 显然外面人不少。 老三沉思了一会儿, 指了指房顶, 又指了指走廊, 示意我出去吸引火力。 他用红鹰枪挑翻这些人, 我冲他点了点头。 听着轻缓的脚步声, 我猛然之间跃出去, 一个三连发, 打中了一个人的肩膀, 顿时子弹如雨一样, 朝我倾泻过来。 我赶紧往旁边滚动一下, 躲在一个柜子的后面。 请客间, 柜子被子弹打了一个稀巴烂。 子弹在我耳旁飞过, 那种高速飞行与空气形成的摩擦声, 让我耳朵嗡鸣不已。 就在此时, 老三猛然一跃三尺高, 抓着天花板边缘, 就跳到了人群当中。 手握红鹰枪, 枪头一挑, 迎面就将一人挑飞起来, 后面的人这时才反应过来, 却被老三一个肘鸡鸡飞, 远处一个人想要从兜里面掏枪, 却被老三用枪头击穿咽喉, 当场死亡。 站在门外目睹了这一切的酒店经理, 瑟瑟发抖, 是他提供了打开门的钥匙。 但是这群人却死了, 他转身撒腿跑, 却被老三直接一枪打在脑袋上面, 将他击昏倒在地上。 老三收回枪, 转过头看了看我, 蹲下来从这些衣着特殊人的身上搜了一遍, 摇了摇头道, 不是美国人。 我脑袋转了两圈, 走到窗前, 拉开窗帘, 看了一下的离玻璃远处的海洋。 对刘薇薇和老三道, 走。 我们赶紧收拾东西, 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 就是一箱黄金和一些从反对派手中抢回来的文件。 收拾完这些东西, 我正准备上电梯, 老三却指了指消防通道对我说, 从这里走。 我沉思了一会儿, 留了一个心眼走过去, 将一个铁片卡在电梯门外面。 然后我才和老三刘薇薇薇一道, 走进了消防通道, 我不知道的是, 就在我们刚刚进入消防通道, 满载手持枪械暴徒的电梯, 就到达了这个楼层。 可是由于我在外面用铁片卡住了电梯门, 这一群人出不去, 也动不了, 就那么卡在电梯里面。 第58章, 风干羊腿。 我们三个急速下楼, 刚到三楼通道转角处, 迎面就撞上三个跟楼上死的那些人打扮一样的男人, 老三二话不说, 红鹰枪一扫, 就将这一群人撂倒, 然后急速离开, 而此时困在电梯里面的那些人, 已经被酒店服务员给救了出来, 他们在楼上没有找到我们, 就立马乘电梯下到楼下。 此时, 我们已经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二话不说, 就往码头赶。 幸亏刘薇薇已经来中东生活了半年, 稍微会了一些阿拉伯语, 要不然, 我们还真不知道怎么跟司机说去码头。 车刚行驶出去50米, 一群不知道身份的人, 就浩浩荡荡从酒店里面追了出来。 他们四下一望, 一个眼尖的人立即就看到了我们。 指着我们过躁了一阵, 然后一群人立马就冲了上来, 准备将我们抓走。 出租车司机一看这一幕, 直接被吓傻了。 我抬手用枪顶着他的脑袋道, 开车, 不然我杀了你。 我说的是汉语, 但是这个司机却从我身上的气势看出了我的意图, 他迫不得已一脚油门踩下去, 出租车冒着尾气向码头驶去。 这群人并没有放弃, 他们立马上车追。 不过他们似乎对地形并不熟悉, 在我用手枪逼迫着司机之下, 出租车很快就到了码头。 我们三个拎着背包下了车, 闪身就躲进了码头的货场里面。 那里集装箱林立, 是个藏人的好地方。 一群不知道身份的人纷纷下了车, 也冲进货场寻找我们。 老三背着行李, 我搀扶着脚上受了伤的刘薇薇, 我们三个往货场深处跑。 怎么办, 再这么下去, 会死人的? 我上气不接下气道。 我的身体已经处于紧绷状态了, 肺腔像是要炸开了一样, 脸色通红, 肚子也产生了症挛, 休息了两天后, 鸡肠碌碌逃命的感觉并不好。 老三说, 联系米亚, 马上离开的离波里。 我急得上窜下跳道, 现在往哪里去找那个俄罗斯老? 我们现在在被追杀呀? 老三张了张嘴, 也一筹莫展。 刘薇薇脸色也不好, 他说, 敌人太多, 我们必须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话正说着, 我手上一松, 刘薇薇脚下一软就跌倒了。 伤口一出鲜血, 尽湿了裤管。 我刚准备蹲下, 给他查看伤口, 就感觉到眼前一晕, 又差点跌倒。 这是长时间饥饿之后的结果。 远方已经响起了敌人的叫声, 我和刘薇薇却瘫软在地上。 危机万分之间, 老三拖着我们两个, 将我们两个拖到一个货柜箱旁边, 将货柜箱打开, 然后将我们两个丢进去, 然后反手就将货柜箱给锁上了。 货柜箱里面黑暗无比, 我赶紧拍打货柜箱的门, 却听到老三在外面说, 老板, 别闹出动静, 我去去就回来。 说完, 我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然后他就消失了。 而我和刘薇薇, 则被关在货柜箱里面。 我饿得发猛, 刘薇薇也没好到哪里去。 他腿上的伤口感染了, 正在流血。 在漆黑的货柜箱里面, 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两个蜷缩在一起,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过了一会儿, 我们听到外面响起了一阵枪声和吵闹声, 然后就再也听不到什么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焦急无比。 握着刘薇薇的手, 手心里面全都是汉。 刘薇薇问我, 我们两个要死在这里面吗? 我怒道, 别瞎说, 你就是个女汉子, 你怎么会死? 小耗子。 刘薇薇声泪俱下地叫出了这三个字, 转过身抱着我, 整个人再也抑制不住, 嚎啕大哭了出来, 我抚摸着他的背, 对他说, 哭吧, 哭出来就好了。 刘薇薇哭泣了一会儿, 就不敢哭了。 他怕被人听到, 他擦干眼泪, 然后问我,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来中东? 我沉思了一会儿对他说,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来。 刘薇薇的手, 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气氛有些压抑, 刘薇薇又问, 老三他去干嘛去了? 我摇了摇头道, 不知道, 他有时候很聪明, 但是有时候, 却像是一个傻子。 刘薇薇不说话了, 顾, 我的肚子发出一声难耐的声音, 我饿了好几天了, 醒过来之后, 一点东西没吃, 就要赶紧逃命。 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地方休息了, 能不饿吗? 可是偏偏偏你买, 这是在货柜里, 漆黑无比, 身手不见五指, 往哪儿找吃的去? 你饿了? 刘薇薇问我, 我点了点头恩了一声, 刘薇薇张了张嘴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突然之间, 他嗅了嗅空气, 然后又继续在嗅空气。 我吃惊到, 你在干嘛? 刘薇薇对我说, 你不感觉这个货柜里面, 像是有吃的吗? 刘薇薇这么一说, 我才感觉到, 货柜里面, 弥漫着一股盐的味道。 咸味, 有吃的。 我欣喜无比, 我们两个往货柜里面走了两步, 就撞到了一个挂在空中的东西。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刘薇薇却瞎子摸象一样上前一摸, 欣喜无比道, 不会死了, 不会死了。 这是篱笆嫩风干羊腿, 非常贵的。 国内那些高官的儿子们来中东旅游, 带回家一个能吃半个月呢。 我挣了一下, 问了一句, 这个货柜有多大? 刘薇薇没有回答, 而是十分幽默地说了一句, 温饱私淫欲, 呵呵。 我才不去理他呢, 我饿了两天, 抱着面前巨大的羊腿, 张口就咬了上去。 这种羊腿经过风干加工, 再添加特殊香料。 味道十分不错, 这是准备消往海外的, 只不过现在看来, 肯定要被我们吃一点了。 吃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不知道啃下来多少肉了, 反正就知道满嘴都是油, 口里面全都是肉香。 好不容易吃饱了, 躺在货柜箱里面, 抚摸着圆滚滚的肚子说,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羊腿。 刘薇薇也吃了不少, 她躺在我的旁边, 对我说, 好玩不过表妹, 好吃不过羊腿。 吃饱了, 我的精神头也来了。 就跟她伴了两句嘴, 这里又没表妹。 刘薇薇侧过身, 在黑暗中睁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说, 其实我在洛阳, 别人都叫我表妹。 我们是不是要做完一些没做的事情, 比如说, 我赶紧打住, 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出去, 老三在外面到底做了什么。 刘薇薇不说话了, 又躺下去, 闭着眼睛说,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来中东了。 为什么? 我问她。 因为篱笆嫩羊腿呀。 刘薇薇略做轻松地对我说, 她的手, 默默地牵着我的手, 食指紧扣。 在黑暗之中, 我们两个彼此聆听着对方的呼吸声, 相拥在一起。 第59章, 地中海上空。 我不知道的是, 关上货柜箱铁门的那一刻。 老三翻身就上了货柜箱, 转眼之间就消失在货场林立的货柜箱之间。 老三绕到这些人的后面, 从货柜箱上面跃下来, 直接一枪刺死最后面的一个人。 一群人大吃一惊, 转身就朝老三开枪。 可是老三转身之间又消失在货柜箱之间。 成功吸引了这些人注意力的老三, 转身就离开了货场, 将这群人甩了之后, 老三来到了码头, 他在码头上面寻找到米亚的那艘大飞。 在船边等了三个小时, 米亚才提着一瓶福特加回来。 看到老三, 米亚挣了一下, 他拿到了六千美元, 这几天一直在地理波里吃喝完女人, 为的就是等我们回去, 再来赚一笔钱。 可是现在只看到老三一个人, 米亚喝下的酒全都醒了, 他惊呼道, 你的雇主死了。 老三摇了摇头, 直接了当说, 我们要用你的船。 米亚一听这个, 顿时来了兴致, 嗨, 朋友, 既然你的boss没死, 就让他出来呗, 我带你们去开罗玩非洲美人, 很狂也很奔放, 我请客。 米亚豪气冲天说道, 说完还加了一句, 不过前提是, 你们还继续付给我五千美元。 老三瞪着他说, 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需要跟我一起去救人。 米亚眉头一皱, 说道, 救人。 朋友, 去什么地方救人? 如果让我去该死的大马士阁, 即便付给我再多的钱, 我也不去。 码头南边货场。 老三指着南边说, 啊哈。 米亚轻松一笑, 道, 原来是那里, 难道你朋友在那里偷东西, 被人抓到了吗? 他可不像穷人。 老三说, 巴沙尔的人想要我们的命, 我需要用你的船, 离开的离波里。 巴沙尔。 米亚震惊无比, 怪叫道, 哦, 天。 先生, 我不能去。 我可以让你用我的船, 但是我不能帮你去救人。 老三揪住他的衣领, 将这个俄罗斯大汉揪起来, 恶狠狠道, 我的拳头, 不会答应你的要求。 米亚被老三逼得脸色铁青, 恼怒地看着老三, 却不敢说什么。 上次他跟老三交手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眼前这个男人, 简直是个疯子。 米亚咬着牙齿答应道, 好吧, 我十分愿意朝你开枪。 老三瞪了他一眼, 道, 现在带我去的黎波里最大的黑市武器交易市场。 哎, 我们要面对的, 是一群不要命的哈利路亚吗? 米亚天性乐观, 尽管十分不情愿, 但是既然答应下来, 还是开着玩笑问老三。 老三没有说话, 米亚自己说了一会儿之后, 就感觉无趣, 所以也不说了。 米亚带着老三到了德黎波里的地下黑市, 买了三把枪, 一把M9手枪, 和一把以色列的乌兹冲锋枪, 还有一把被誉为战场杀器的加特林重击枪。 买这把加特林, 老三用了整整一块金砖。 米亚看着这些武器, 双眼发直, 你是要打仗吗? 老三没有说什么, 让米亚将加特林安装在快艇上面。 然后又让米亚将快艇开到货场的南端海面上, 在那里等着他。 做完这些之后, 老三背着乌兹冲锋枪, 带着M9手枪来到了货场里面。 那群人并没有离开, 他们都明白谁是主谋, 谁是帮手。 所以, 老三只是吸引了他们一会儿的视线, 然后他们就开始挨个检查货柜。 因为他们并没有在监控摄像里面看到我出去, 所以他们知道我还在货场里面。 他们誓死也要将我们揪出来。 晚上时分, 来到货场门外的老三看到这一幕。 握住了腰上的乌兹冲锋枪, 做工精良的冲锋枪让老三脸上露出了民众的表情。 他来到一个制高点, 三发点射干掉了三个人, 旋即转身就换了一个位置。 发现了老三踪影的人们, 顿时大惊失色, 拿起枪就准备和老三展开殊死搏斗。 可是老三划得就好像是一条泥丘一样, 打三枪就换一个地方。 偏偏老三的伸手还十分矫健, 在货场里面就好像是一只麻雀一样来去自如。 这可气坏了这些人, 有一个人大喊了一声, 一群人拿着枪朝着空中的老三扫了过来, 子弹打得噼里啪啦响, 可是他们总是琢磨不到老三的踪迹。 很快, 他们的人就倒下了七八个, 这些人愤怒到了顶点。 但是愤怒只能让他们失去理智, 就在这时, 领头的一个队长接到了一个电话。 答应了两声之后, 队长撤走了这些人。 老三健壮, 赶紧来到关着我和刘薇薇的货柜箱里面, 将货柜箱打开, 对我们两个说, 赶紧走, 米亚在南边等着。 我点了点头, 并没有多问什么。 带着刘薇薇穿过货场, 来到南边接近海岸的地方。 在十米的高空下, 米亚的快艇正在等着, 老三将枪抛给米亚, 纵身一跃, 就跳到了海里, 然后爬到船上, 我和刘薇薇互视一眼, 并没有犹豫, 纵身一跃, 跳了下去, 落在水里, 然后爬到快艇上。 米亚冲我们说, 嗨, 有钱人, 我们有见面了。 这位女士应该就是你的妻子吧。 说着, 她打量了一番刘薇薇, 目光带着审时的韵味道, 为了这样的女人, 我也愿意抛头颅, 洒热血。 快艇轰鸣着马达离开的离波里, 我刚想庆祝两句, 老三就将那把污渍冲锋枪交给了我, 又给了我两个弹夹道, 现在先练练, 等一下用得上。 我有些不解, 可是我们刚到地中海上空的时候, 两架米隔二十三战斗机就出现在远方天空之中。 老三看着远方天空飞驰而来的两架米隔二十三战斗机, 怒吼一声, 做好准备。 说完, 她就趴在加特林后面, 准备和两架战斗机做殊死搏斗。 米亚看到这一幕, 惊慌失措道, 看来你们真参加了战争。 米隔二十三以2.35马赫速度朝我们飞来, 老三对米亚说, 接下来全看你的驾驶技术了。 米亚收敛起来, 表面上的玩世不恭, 在大飞的驾驶位置上面按动了两个按钮, 顿时这架快艇速度更加剧烈。 而且米亚并不走直线, 在海上和两架米隔二十三挽起了游击, 一架米隔二十三将速度降低到1.14马赫做低空飞行, 朝我们俯冲了过来, 机翼下面悬挂着的两颗导弹冒出两股火焰, 瞄准了我们。 老三扣动加特林的扳机, 怒吼道, 打。 加特林吐出火蛇, 我也紧随其后, 扣动了乌兹冲锋枪的扳机。 两条火蛇构成了一道天空火力封锁网, 可是面对来势汹汹的导弹, 我们却一筹莫展。 就在此时, 米亚喝道, 坐好了。 顿时, 一股真正风驰电掣的感觉, 布满了我们的全身。 第六十章, 祷告。 这艘快艇就好像是飞起来一样, 在海面上起起伏伏, 我们就好像是几颗翻滚的绿豆一样, 在快艇上来回颠簸。 就在此时, 那枚导弹命中了我们刚才经过的海域。 顿时火光冲天, 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两架战斗机围绕着我们飞行, 机翼下的双管机炮吐出一道道火蛇, 朝着我们就打了过来, 刘薇薇花容失色, 躲在我们身后, 发出尖力的叫声。 他决定了, 回去一定要将这写成新闻报道出去, 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他们的恶行。 老三怒吼道, 下海, 跳到海里。 快艇的目标太大, 都跳到海里。 米娅也怒了, 嗨, 老兄, 这里距离地中海沿岸几十海里, 我们现在抛弃快艇, 你难道要让我们在这里喂鲨鱼吗? 老三不由分说, 一脚将我踹下来, 转身又将刘薇薇踹下去, 然后这才对米娅说, 我说过要抛弃快艇吗? 老兄, 那个家伙到底给你付了多少钱? 钱要赚, 可是命, 米娅显得很不可置信。 他是我的兄弟, 我死了, 他也能帮我照顾家人。 老三将手放在心脏上, 看着远方轰鸣而过的米格二十三说道, 脸上充满了坚毅不拔, 以及那么一丢丢的神圣。 落水后的我朝着前方游过去, 找到同样被老三踹下来的刘薇薇, 我们两个互相牵扯着, 刘薇薇看着天空中的战斗机, 一脸落寞道, 他们要死了吗? 我脑袋里面很乱, 随口说了一句, 不会。 刘薇薇看着天空中的战斗机, 眸子一亮, 认真的说, 袭击我们的, 一定是巴沙尔的人。 我曾经有幸参观过续国的空军基地, 见过这种飞机。 就是他们配备的, 当时他们还做了飞行特技表演。 说着这些, 刘薇薇脑袋转得飞快, 他震惊地说, 那些暴民, 也一定和他们有关, 他们要反美战, 争取到更多的国际舆论。 而在他们找到已经死了的沙巴之后, 就找到了我们的踪迹。 那些金砖, 可能就是暴露目标的线索。 我抱着他, 闭上眼睛说, 傻丫头, 别猜了。 现在, 我们已经四面楚歌, 即便我们到了开罗, 也一定有人登门找到我们谈话, 我猜猜, 一定是CIA, 或者是国际反战联盟。 拿。 刘薇薇脸上露出了凝重的表情, 在这无边无际的海域上, 我们两个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老三和米亚的身上。 突然间, 我怀中的刘薇薇哭了起来, 他哭得撕心裂肺, 我松开他, 看着他的眼睛, 差一问道, 你怎么了? 他声泪俱下控诉道, 你还说你不爱我? 空对地的战斗是压制性的, 像国产电视剧中用手榴弹轰炸飞机的狗血情节, 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 这也是为什么, 现如今国家大力发展空军的原因, 不过同样随着战斗机的发展, 也产生了一系列地对空导弹。 但是, 现在在快艇上, 老三只有一把加特林, 没有那些尖端的武器来供他使用。 米格23的子弹打在快艇的两旁, 水花飞溅在老三的脸上。 他能够感觉到, 水是热的, 就好像是他的血一样。 狂妄的战斗机, 轰鸣着引擎, 肆意地在上空对着这艘快艇轮番轰炸。 飞行员又一次将飞机压低, 这一次, 他又发射了一枚机在导弹。 导弹呼啸着, 朝着快艇飞了过去, 老三看着飞驰而来的导弹, 双目星红, 不管机炮的火力封锁, 豁然抱起加特林, 在船上站起来, 朝着米格23就打了过去。 一道子弹, 毫无意外地打在老三的胸前, 鲜血如同济南的暴突拳一样, 汹涌不止。 炮火在水域上爆炸, 熊熊烈火让米亚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老三却如同毅力在炮火中的钢铁战士一般, 没有倒下。 加特林的子弹全部倾斜在米格23的机身上, 两枚子弹似乎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直接打破机舱上的防弹玻璃, 命中了飞行员。 失去了驾驶员的战斗机, 一头栽向前方的海面上。 一道火光冲天而起, 带到火光落幕之时, 一片片战斗机的残骸出现在海平面上。 空中的另一架战斗机似乎是接到了什么命令, 朝着遥远的中东飞去, 随着初升起的朝霞, 绚烂了整个夜空。 老三看着天边远远升起的朝霞, 露出了一个痴痴傻傻的表情。 真好看。 他说, 这一刻, 他就真的好像是一个傻子。 可是, 转眼之间, 他一头栽倒在快艇上, 胸前的衣裳已被鲜血染尽。 米亚面色凝重地看着老三, 恶狠狠咒骂道, 该死的中东, 该死的战争。 当米亚的快艇, 找到在海水里浸泡了半夜的我和刘薇薇时, 我和刘薇薇看着重伤的老三, 不知是喜, 是悲。 快艇的马达在炮火中损失了六个, 只剩下两个马达, 米亚抱怨不已, 说他的老伙计要重新翻修一遍了。 可是他也只能架着仅剩下两个马达的快艇, 朝着苏伊士驶去。 老三脸色苍白, 但是却没有失去意识, 躺在我的怀里, 脸上依旧是那一副像傻子一样的表情, 手里面握着他的红鹰腔, 他嘴唇微张,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我赶紧趴上去, 老三对我说, 照顾好小男。 我盯着他, 目光间一倒, 这世界上, 除了你。 没人愿意照顾他, 你给我活过来。 老三闭上眼睛, 露出了一个憨傻笑容。 我仰天怒吼, 你他妈给我活过来。 老三轻声说, 我累了, 休息一会儿。 到了苏伊士叫我。 我握紧拳头, 指甲陷入肉中, 我却浑然未知。 刘微微坐在我身边, 轻轻扯着我的衣上。 我转过头, 眼睛已经腥红。 刘微微说, 他不会死, 他只是累了。 我逐字逐句说, 他是战神, 一定不会死。 一定。 刘微微说出这两个字, 脸上已经布满了晶莹的泪花。 快艇在中午时分抵达苏伊士, 到了苏伊士岸上之后, 我们立马抛弃了快艇, 转乘车辆赶到开罗。 等到了开罗, 已经是晚上时分了。 此时距离老三受伤, 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个小时, 我尝试帮他做过人工心跳, 他仍残留些许生命现象。 赶到开罗最大的医院之后, 我们立马将他送到了急救室。 医生进入手术室, 我坐在手术室门外, 浑身上下都是鲜血。 闭上眼睛, 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 很蓬勃, 很强力。 那种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让我知道自己还活着。 手在颤抖, 心也在颤抖。 脑海中回想着这几天经历的种种一切, 后背冒出了圣人的冷汗。 战争, 枪支, 毁灭世界的核弹, 以及让人疯狂的信仰。 我不信仰上帝, 我一直认为, 这个世界上没有神。 实际上, 这个世界上的确没有神。 但是此刻, 我却在祷告。 总共和大家的恢够。 我却在此时, 他是在这里的恢复。